一、德國高速公路限速的時段 限速的路段其實也不少的 電子標識牌就架在每條車道上 隨時更新,大雨大霧 常常限速100、120 但絕大多數德國人依然我行我住 依然156這麼開 二、很多水果都是季節性的 比如橘子只有在冬季才能看到 草莓櫻桃只能在5到8月能找到 桃子西瓜在夏天 只有香蕉和蘋果是四季能看到的 三、德國超市裡賣的最便宜的瓶裝礦泉水是0.18歐一瓶 1.55升,瓶子0.25歐 也就是說一瓶1.55升的礦泉水需要0.43歐 四、德國的啤酒瓶子和飲料瓶子 都是可以自己去超市你的機器回收的 每個0.1到0.25左右 換回來的錢可以接著在超市買東西 五、德國人是真心愛喝啤酒 隨便一個小管子 居然都有自釀啤酒設備 而且來喝啤酒的人都很多 六、德國的司機除了非常急迫或憤怒的情況 基本不會鳴笛 德國的行人也都不太著急 比方說一條载道走得慢了 後面人也不會催你 七、相比於國內快遞當天到貨 德國的快遞簡直慢得離譜 如果不在家的話 快遞人就直接把快遞丟在門口 或者放在郵局等你自己去取 工修六快遞永不工作 因此周六不可能收到快遞 八、周六德國超市不開門 如果忘了提前買私的 就只能去下館子了 德國超市還有一點和國內不一樣 就是沒那麼多複雜的買幾送幾的促銷活動 打折就是簡簡單單標個原價和限價 就 德國的工作和生活節奏都比較慢 凡事都有明確的規則 生活中不需要動太多腦筋 一切按規矩辦就行 基本不用擔心會吃虧 十、德國特色菜就是脆烤大豬蹄子配酸土豆泥 雖然挺好吃 但多樣性匮乏 唯一好處就是德國餐廳給的菜量非常大 十一、德國超市結帳後會有相當多的對話 謝謝、不客氣 祝你一天晚上每周末愉快 您也是、再見、拜拜 這種對話基本每次結帳之後都會進行一遍 雖然更像是走流程 但聽到祝福總是比較開心的 十二、德國人的英語普遍不錯 之前在法國 葡萄牙旅行的時候都有問路 對方不能英語交流的經歷 在德國遇到的人大多都能英語交流 十三、德國的德鐵非常不靠譜 因為修建時間早 所以鐵路系統老舊 經常故障晚點 這就導致了有時候換乘的時間很短 需要瘋狂趕車 一般已經在車門口的人或者車上乘客 看到有人在追車 會主動幫忙按開門按鈕 有時候車已經開動了 他們還會一臉無奈地表示抱歉 十四、公交停車的時候 車身會向路邊側倾 這時候可以把車門口的板子翻轉過來 形成一個斜坡 以便坐人椅的殘疾人上下車 如果一個殘疾人獨自乘車 車門口的乘客會主動幫忙把斜坡搭好 並且幫忙把人椅推上車 下車的時候也會有人幫忙 一五、每年七到八月份的時候 很多咖啡店、餐廳都關門了 而且不是關一天兩天 直接關個十天半個月到一個月不等的 直接關店去休假 十六、每個人都必須交電視廣播費 不管家裡有沒有電視 也不管看不看電視 牛奶雞蛋可以直接在農村路邊的自住機上投幣 直接購買 十七、德國很多房子 包括住宅和一些鞋置樓的牆子十分粗糙 很多縫都是鞋的 而且連接處很明顯的醜 跟我想像中德國的工匠精神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十八、德國人是真的愛早起 朋友上班的公司規定 早七點到九點可打上班卡 週一到週四下午三點後可打下班卡 週五中午十二點後可打下班卡 德國很多人喜歡七點茶點 而上班開啟一天的工作 到下午三點多就下班走人 這樣的好處是 下午三點以後的大段時間是屬於自己的 十九、德國不要的家具 如果處理掉是要打電話給垃圾廠來收的 不能隨便亂扔到樓下的垃圾箱附近 並且有些大型家具讓人家收走是要給人家錢的 二十、德國人依然保留著邪性的傳統 一些重要事情都是要給你郵寄信 包括每月的保險單子 通知去辦理簽證 以及每月公司帳單等都是以郵寄的方式給你 二十一、同學發言後 老師講完課後德國人不是鼓掌 而是用敲桌子的方式表達感謝和贊同 如果是想起了雷鳴般的敲桌子聲 那就說明課講得真好 如果只有稀稀落落的敲桌子聲 那就說明這節課沒啥意思 二十二、德國人不會在陽光下打傘 他們真的超喜歡太陽的 在下雨的時候也不愛打傘 當然狂風暴雨肯定是必須打的 但是雨不算大的時候 德國人就可以很瀟灑的在雨中走 二十三、德國人不會主動加班 工作狂幾乎很少見 下班直接回家 沒有各種應酬 幾乎不談工作 就連很多商場在下午六點之前都關門了 二十四、即使是法蘭、柏林、慕尼黑這樣的一線城市 高樓大廈的比例也不高 很多樓房都是具有百年歷史的老建築 路面上有很多不定石子鋪的路 牆面上也有許多看不懂的塗鴉 二十五、德國人一年有三十天待薪休假 不愁旅遊沒有假期 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去年還有一百多天的節假日 休閒時間實在太多 德國人平均每週工作時間為35小時 二十六、德國沒有所謂的小吃街 也沒有所謂的夜宵夜市 如果想要吃點東西 就只能是烤腸、漢堡、炸薯條 不過德國的麵包還可以 雖然比較硬,但很抗餓 二十七、在德國的火車上 網絡信號不是很好 所以能看到很多德國人在看書、看報、聽歌 或者是發呆 彼此之間互不打擾 顯得很和諧 二十八、德國人做事很嚴謹 如果你客氣地跟一個德國人說 改天請你吃飯 那麼,他會很認真地掏出小本本問你 改天是哪天?幾點鐘? 吃什麼? 二十九、德國的商店營業時間很短 一般在晚上六點之前就關門了 週日和節假日也是關門的 很多商店的店主都很任性 想開門就開門,想關門就關門 三十、德國超市商品價格 標籤包含這個商品的單位價格 比如每100毫升多少錢 每100克多少錢 很方便比較價格 三十一、不要輕易給老人和肥胖人讓座 德國老人中肥胖人數非常多 而且是目色高於200斤的那種 如果你給別人讓座 很可能會讓對方不開心 三十二、德國人特別喜歡倒固房子 動不動就重新裝修 而且他們都是自己動手 裝修房子變成了很多德國人週末的娛樂活動 三十三、德國本土產的蔬菜水果 永遠只有那幾種 綠色葉子的蔬菜幾乎只有生菜和白菜 還有一些沙拉菜 其他基本上見不到 三十四、德國的加油站都是自己下車加油 然後自己進去超市繳費 全程沒有一個工作人員會主動出來幫你 三十五、德國垃圾分類太複雜了 每次丟個垃圾都很麻煩 比如說丟一個玻璃瓶還需要分顏色 丟一個酸奶盒還需要洗乾淨 寵物糞便還要單獨丟一個地方 三十六、德國人熱愛運動 尤其是騎車 記得剛到德國時 嚴嚴夏日依然阻擋不了德國人的騎車熱情 常常在三十多度的高溫天氣 也能看到騎行者們矫健的身姿 三十七、德國火車站和地鐵站都是不設防的 沒有安檢 上火車時沒人檢票 地鐵出入口也沒有砸口 隨便進出 買票全憑自決 檢票也是隨機 一旦被查到逃票直接罰款 三十八、德國的居民樓大都是獨棟別墅 其少有高層住宅 更喜歡住在鄉下 每天上班開車幾十分鐘 下班之後開車幾十分鐘 也不嫌麻煩 更喜歡這種生活狀態 三十九、德國高鐵這塊只有250 究其原因 一個是地形 然不多山地森林 另外是沿途居民區特別多 太快老民 還有就是軌道 沒有專門的高鐵軌道 所有車都走一樣的路線 事實 德國挺多人喜歡做計畫的 尤其是去超市 每個人都拿張小紙條 買一樣東西畫掉一樣 最初來德國的時候 房東送我一大堆小紙片 我不想要 他非常震驚地看著我 你去超市難道都不先列新丹的 事實 德國的出租車很多都是奔馳的 出租車不像國內那樣在路上開來開去 他們只要在一些車站之類的人群集中點看看報紙 玩玩手機 等著客人來就好 如果有在路上走著想隨手一揮攔下一輛出租車的想法 在這裡恐怕就難以實現了 42 大部分德國的電梯都是沒有關門鍵的 也就是說 等你進了電梯 只能乖乖地耐心等待電梯自己把門關上 43 德國人不喝熱水 但喜歡喝自來水 這裡的自來水水質很好 可以放心飲用 不過因為自來水的含蓋量略高 水質有點硬 以後和使用時很多人的髮際線越來越高 44 德國夏天時間很短也不是很熱 所以這裡的空調普及率很低 很多商場 公共交通上也都沒有安裝空調 45 很多買奶茶的德國年輕人都自帶杯子 也有的奶茶店的杯子質量好 可以重複使用 可以經常看到拿第二家店的奶茶杯子 去第一家買奶茶 這是因為自己帶杯子可以省去杯子的費用 46 在德國自行車必須裝燈 騎自行車最好戴上頭盔 不認大人小孩 並且不要在騎車的時候戴耳機打電話 不然可能會被身邊人指責 47 超市裡的日常生活用品 如牛奶之類的奶製品是真的很便宜 總體物價也不算高 但電子產品 電器類的是真貴